从创枪到动作一点也不马虎 现年67岁的李素花 从小在戏谱下长大 最喜欢看歌仔戏 退休后她报名台中长青学院戏曲班 不只完成人生梦想 也让自己心态更年轻 活到老要学到老 然后要踏出去外面接触社会 不可以脱离社会 台中外谱戏曲班 专辈平均年龄75岁 他们从过去害羞排练 到如今落落大方表演 过程中全靠老师陈碧玉细心教学 提升他们自信 甚至这群影法族还到其他地方公演 我们以奉献为目标 刚开始我就会带他们去安养院 唱给老人家听 如果说哪个地方他需要有一个表演节目 做那个舞台前的开展 那我会带他们去就是当做练习 长青学院在台中市已经开办超过40年 为了倡导终身学习精神 台中市政府运用公益彩券淫娱 大力推广这项计划 让更多长者共同参与 跟着老师步伐调配呼吸 一朝一世运行自如 长青学院南区太极班平均年龄70岁 跟着老师一起踢腿也没问题 其中这位金融业退休女士78岁 江金智学习太极超过15年 不仅让他生活有重心 原本受伤的左膝也渐渐复原 刚开始打太极的时候 我的左膝盖是有受伤的 打拳在左膝几乎不敢用力 慢慢调整 慢慢练 我现在都正常的 江金智更是比赛常胜军 2024年拿下弗尔摩萨杯冠军 夹中金牌多到不胜枚举 南区太极班今年比赛成绩优异 一共拿下八面金牌 我都一直让他们知道说 太极拳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透过比赛让自己有学习的目标 因为公益彩券与益注 让长情学院课程更加多元化 不只能减缓长者失智情况 也让他们生命有了目标 目前服务学员已超过6万人 台中市政府社会局 非常感谢财政部 中国信托台湾彩券 彩券的盈与益注 把大家的好运都汇集在一起 用来推动长情学院的计划 做更多更好的事 让更多长辈有更好的老婆生活 透过长情学院课程 让长者学习普洛思绪 滋养生活乐趣 促进社会互动 变成最好的抗老季 自在未经许会互动